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参加集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5月底要参加世界女排联赛 后续还要参加亚运会以及奥运资格选拔赛等等一系列重要的比赛 所以其实对于中国女排的一众主题来说 今年的征战任务也非常的重 他们身上的担子呢,也越来越大了 就在最近在中国女排紧张集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比较争议的事情 就中国女排队长袁新月突然在社交平台当中呢 摊牌发声,一是宣泄不满 非常大的关注,接下来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 关注袁新月的球迷看到,谢谢大家 就在最近的下午在中国女排的休息期间呢 袁新月是在社交平台当中写下这12个字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中国排球想要发展,任重而道远 那么这番话如果说从一个球迷的口中说出来呢 我们可以理解 毕竟呢这些年我们中国排球的话成绩不算是特别理想 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现在呢 已经是逐渐在手下坡路 那么很多球迷肯定也希望啊 排球能够进行改革 包括能够放出更多的人才 到国外去留洋培养好的人才 将来继续助力中国排球腾飞 但是这番话是从中国女排的队长口中说出来的 难免让很多球迷猜测纷纷 有些球迷甚至猜测说啊 袁新月到底是不是在中国女排 还是在国家队里面的训练 比赛过程当中受到委屈 所以才会说出这么一番话呢 感叹了我们中国足球 中国排球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呢 真的是需要再做很多的工作呢 所以这个事情啊 在网络上讨论的越来越激烈之后呢 其实甚至啊 有一些变味了 甚至有一些球迷起哄说 袁新月是不是和球队的一些队友 起内哄了 闹得不愉快 才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有些球迷把他想象的太严重了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们也看到 也许就是随着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厉害 引发了外界给我们猜测之后 袁新月呢 在底下赶紧回复球迷说 所以我们得继续努力啊 让他变得更好 那么好像一下子呢 就转变成为正能量了 其实从我们的队长说出 这番话当中也确实看得出来呢 他也是一心想要为中国排球的发展去 谋发展的 想要他变得更好 所以才会说出这么一番话 也没有说要重点去批评谁 不过我觉得啊 袁新月作为队长 作为局中文人 他肯定看问题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其实说出这句心里话 敢说真话也是值得点赞的 接下来最关键的是 不仅是袁新月一个人表态 关键是像蔡斌呢 这个中国女排的主 这个主教练 怎么样去改变 去助力我们中国女排 取得更好的神器 这一点还非常的关键 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赖亚文这个牌管中心 最高一个掌门人来说呢 也应该想一下办法 怎么样去让这些主力球员呢 发挥出他们最好的能力 包括珍惜到国外留洋的机会 得到更多学习的机会呢 这些都是他们需要去做的重点工作 我们希望中国排球能够 在将来重新回到当年的巅峰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